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是不是能够将歌曲结合 记录即时的一些画面 融在一个音乐节目里面 透过音乐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可以让大家不但同时认识到音乐 也同时认识到这个音乐背后的一个故事 我想这是做电视音乐专辑的 整个起心动念 这个电视音乐专辑当然非常重要的 就是其中的一个歌手 他是一个课级的创作歌手黄伟杰 那么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七年到十年间的一个时间 那么他的每一首曲子 都跟我们台湾的一些像 底层的劳动人物 或是跟台湾议题相关 那么我们将这样的一个歌曲 来跟韦杰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 是不是能够真的将你歌曲里面的故事 回到真正的现场 再一次的重逢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 透过音乐的方式娓娓道来 甚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节目 也可以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议题 关心社会的这些底层的劳工 就是带着整个的摄影团队 从导演 企划 摄影师 我们现在在马路上的街头上 不断的寻觅这样的摄影 一个街头 一个街头 一个举牌员 一个举牌员的问 真的是这样子才找到 我们所谓的举牌员 或者是吴家者他在那个现场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记录计时 记录片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你想象不到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 每一个困难的背后 其实会是另外一个惊奇的开始 可是我每一次 进入到那个劳动的现场 其实我的内心都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说为什么 我明天早上通告是四点钟 是三点钟 我自己都睡不饱 可是当我进到那个果菜市场 看到他们劳动挥憾的时候 来攻击我们这社会的每一份子 一把青菜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真的很激动 我也觉得我很庆幸 我可以继续做这个骗子 那么到底什么 最终什么在鼓励我的 我想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他们如果都可以为这生命里面 每一个人需要的一把青菜努力 我也可以这样努力 所以我觉得是信仰 我常常在觉得非常辛苦的时候 我就跟上帝讲说 哇主耶稣啊 请你帮帮我帮帮我 我觉得无论如何 那都是我在精神上面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依赖信仰 因为我坚信 上帝要我们做这些事情 一定有祂的目的 而我也深刻的感受到 上帝的美意在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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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